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要满有生命力 其实啊 忠心守候 持守的服务 是非常令人尊敬 而且令人敬佩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可是不可否认 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起初是火热的 是甘愿的 是非常充满期待的 但是持守到如今 有时候我们灰心了 有时候我们疲惫了 有时候觉得阴沉沉的 提不起进来 前一段时间呢 我看到圣经里面的一本叫做《马拉基的经卷》 它里面说到 敬畏神的人 他的生命好像要有天上有太阳的阳光洒下来 而且这个光还有医治的能力 这个人又好像栅栏打开的小牛犊 非常兴奋的跳跃跑动 你知道吗 马拉基书是写给当时的立位人 和服侍上帝的祭司 服侍神的人是很忠心的 也是很荣耀的使命 就像今天 你忠心的服侍着上帝 你忠心的在守候着你的家园 非常荣耀 可是有些是我们疲惫了 这边的祝福是说 当你服侍神的人 继续来敬畏上帝的时候 神要用他天上的光带下医治来光照你 他也要用这个光光照你所服务的人群 你所走过的地方 你的生命又要好像炸门打开来的小牛犊 充满生命力 充满热情的跳跃着 你是否愿意来相信 2023年是可以恢复的一年 2023年是可以再次来有阳光 医治的光照射在你身上 在你内心深处 在你的关系当中 你的生命可以再次跳跃起来的一年呢 来选择敬畏神吧 来选择继续来服侍他吧 这个祝福必定可以领到你 祝你有一个丰盛的优优独播剧场 Love from me to you See you next time